这位穿绿色衣服的大人是不是以大欺小呢 在新竹这位刘姓妇人 她带着自己三岁的儿子到超商要来买饮料 妈妈说想让儿子学习独立 所以拿着一百块让小朋友自己去结账 结果呢 小朋友拿到店员找给他的五十块硬币的时候 不小心掉到了地上了 后方这时候一名穿着绿色衣服的男子 眼尖手快立刻将这五十元硬币捡走 然后就骑车开着车离去 刘姓妇人她目睹了所有过程 她认为对方这样欺负弱小太过分 所以决定要对这名男子提出轻转高速 三岁小朋友听妈妈的话 拿着一百块纸钞到超商练习买东西 选了一排养了多之后顺利结账 但找回了零钱 小朋友一个不小心没拿好 五十元就这样掉在地上 后头就会穿绿衣 手上拿着一罐绿茶的男子弯腰捡了起来 结果竟然不是做好事 而是当了小朋友的面A钱 直接把五十块钱占为己有 让小朋友不知所措 只能呆呆看着男子拿走自己的钱 妈妈询问零钱怎么不见了 小朋友无辜的说被绿色坏人拿走了 你的捡钱被谁捡走了 是穿绿色衣服的叔叔吗 是 虽然只有五十元 但这名二十几岁的大人 连三岁小孩的钱都要A还眼睁睁 看着可怜的小朋友在他面前徘徊不去 小朋友的妈妈刘太太气不过 决定提出侵占告诉 既然可以欺负他这么就是这么小 然后把他的五十块占为己有 他在旁边徘徊 可是也当作没看到 我觉得这样很过分 人品一定是有问题 不然怎么去捡一个三岁小朋友的五十块呢 电源回忆 这名妹子良心捡钱不还贪小便宜的绿衣男子 拿着处纸卡结账 手上应该不会有零钱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 公然A三岁小孩的钱 有画面当铁证难以抵赖 警方将调阅监视器画面 查出车告通知男子 答案说明 请不吝点赞订阅